只有声音过来 这边好像都没有什么声音过来 列车在铁道上行驶 行经时发出的声响 长年来让坐落在铁道旁的 陆野国小校园内的全体师生 饱受噪音之苦 噪音分贝超过了人体 所能接受的50分贝 有时火车经过 根本就听不见台上老师说的话 更严重的影响到校园内 学生上课的品质 而解决这项问题势在必行 立法委员刘兆豪权力争取 获得经费 由铁工局东工处承办 在临近校区的铁道旁 加建隔音墙 都一直没有改善的方法 那我们在前任的薛校长 向我们陈群之后 还有家长会会长 向我们陈群之后 我们经过不断的努力 终于在两年前 争取到这样相关的经费 所以即将要来完工 这整个工程的经费 一月846万 然后全长115米 那高度有8米左右的一个防音墙 即将要完工 这个吊完了之后 这个铁口就冲起来 冲起来之后 这个隔音的效果会更明显 完工在即 115公尺长的隔音墙 阻隔了与校区 仅仅距离30米的铁道 原本列车行径 发出的铁道噪音 高达87分贝 隔音墙的建制 大大减少了35分贝的噪音 那我们也谢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前后任的校长 还有家长会长 还有村长 大家一起的努力 那我们也谢谢 这个铁工局 还有铁路局 大家一起来鼎力相助 让这一件工程 能够如期如指的完工 那预定在10月17号左右 这个工程就可以全部的完工 那我们期待 这件工程完工之后 能够让路由国小的师生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再次的谢谢 再参与在这当中的 所有的工部门 还有所有的民间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的努力促成这项工程 铁道低 教室位置高 火车经过时 造成的声响 传到教室时 音波就会变大 除了防音墙的建制 在基座的设计 更是加强建制了4.8到6.8公尺 让高度增高 而这座隔音墙 预计在10月中旬完工 到时候就可以还给学生 一个舒适的上课环境 东台新闻温格 陆野湘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这条口